想知道我們San Gabriel Valley 和NN Empire的地產市場 發生了什麼事嗎? 平時有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最近的利率又升到3.875 現在在Pasadena 和San Gabriel還是不是 放盤或者購買的好時機呢? 又應不應該去看其他地區 例如Ontario 或者Rancho Copomanga的樓盤呢? 我經常被問到 如果價錢跌了 應該怎樣處理呢? 隨著市場不斷地變 怎樣才可以幫你和家人 作出最好的決定? 我在地產這個行業 已經做了13年了 等我們來分析一下 在回答這些問題 和了解市場情況的時候 當然我們要看看專家的數據 首先 根據房地產專家的說法 任何時候你的 負存量 absorption rate 是低於6個月的話 你就是屬於賣方市場 高於6個月當然是賣方市場 我們市場上有10家屋 過去那個月 或者平均每一個月 大概是賣20家屋的話 我們這10家屋 只能夠供應半個月的供應量 這個就是半個月的absorption rate 就是吸收率 有點像demand and supply theory 就是供應量和需求量的理論 當然現在供應量這麼有限 價錢就會上升 我想跟你說 我們完全處於賣方市場 我們的負存量是非常不足夠的 甚至有些市場只能夠提供 少過一個月的負存量 或者幾個星期 所以我們來看看不同的市場有什麼 現在我們來看看 San Gabriel 91775 zip code 或者Pasadena 9107 是不是一個出售的好時機 我們來看看1月發生什麼 平均的出售時間是大約22日 1月賣了28家屋 18個listing又賣了28家屋 即是一個月的absorption rate 一個月內就會賣完這18個listing 看看東區 Vancho Cocomanga 91731 是不是好時機去入市或者出售 在我們這個市場上 有71套房屋賣 1月份只有105套房屋賣了 同樣也是一個賣家市場 因為我們有不到一個月的負存量 所以也是另一個很強的賣家市場 那現在是不是一個好時機入市呢 雖然利率已經一直在升 但是這個利率也屬於歷史的低位 很多買家就想趁著現在 還是屬於低利率而入市 而不會受到以後利率升 或者高利率的時候影響 在過去13年我從來都沒有見過 負存量這麼低 因為市場上平均都有大約150至180家屋 所以現在的負存量是屬於非常之低 所以San Gabriel和Inland Empire 即是東區那邊 即使利率升了 買家依然是很活躍的 當然現在是一個出售的好時機 因為現在每一間房屋 都還是有bidding wall multiple offer 很多人去offer 或者超過你預期想賣出的家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賣完一層樓之後 是找不到下一間房屋 我們有辦法幫到你 如果有什麼問題 關於房地產的話 可以隨時聯絡我 I'm Tracy Chai with Tracy Chai USA NHK JaiBee I'm Tracy Chai JaiBee I'm Tracy Chai